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从一篇经历见证文章中找到了路途 题目是当地位心在作怪 2020年7月份 我和赵弟兄李子妹佩达负责浇灌工作 因着他们俩刚操练 我就带着负担帮助他俩尽快地掌握原则输去工作 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会问我 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两个配当都具备一些长处 赵弟兄素质好 对原则掌握得快 而李子妹呢 工作能力强 处理事情有调理效率高 每次分配完工作 他俩很快就能针对新人的难处问题 找到相关神话解决 对比之下 我有种相形见绸的感觉 我做工作效率低 头脑反应也没他们快 面对新人的问题 每次得琢磨好一会儿 感觉自己干什么都比他们费劲缓慢 后来 他们对工作越来越熟悉 在工作中逐渐开始占主导 有时我们又在一起回复浇灌人员的问题 我手头上的工作还没处理完 李子妹就说 你不用着急 有些简单问题 我们就直接回复了 听完我心里挺难受 还不就因为我干什么都慢 怕等我一起商量耽误事吗 我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 甚至在心里抱怨 为啥我的素质这么差呢 头脑不灵活 反应也慢 不像他们年轻素质好 干啥都有效率 这样下去 我不成了最差的了吗 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会不会说我 做浇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原来就这水平 还不如他们刚操练的 这也太丢脸了 为了不让佩达觉得我太差劲 我就安自努力 每天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新人聚会 还下功夫找神话 寻求揣摩新人的问题 甚至连洗衣服 吃饭的时间 都觉得是浪费 还常常向神祷告 求神帮助我 尽本分能打得好的国效 可事与愿违 不管我怎么努力 工作国效依然是最差的 不知不觉 我尽本分也没劲了 许多问题 都推给了两个佩达处理 反正自己素质差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我的情形越来越不好 尽本分还被动 工作中的问题也发现不了 两个佩达看我情形不好 就主动和我交通 可我根本就听不进去 因着我的情形始终没有扭转 有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影响了浇灌工作的国效 带领得知我的情形 就给我交通 说我不是素质差的问题 是名誉地位性太重了 得尽快调整自己的情形 免得耽误工作 我也意识到自己情形很不好 尽本分没负担 就连之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也解决不了 感觉不到圣灵的开启带领 特别的麻木愚钝 我想起主耶稣说过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肯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合神心意了 神向我掩面了 我心里有些害怕 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尽本分很吃力 感觉不到你的带领 求你开启带领我 使我能反省认识自己的问题 扭转不对的情形 之后 我又针对自己的情形 找神的话来看 神说 主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连自己的本分 自己分内该做的 你都不做 都不献上 神就把你原有的都夺去了 夺去指什么呢 在人那儿感觉到的是什么 也可能凭你的素质 恩赐 能够达到的 你都达不到了 找不到任何感觉了 就跟外邦人一样了 这就是完全被神剥夺了 你尽本分不用心 不付代价 没有真心 神就把你原有的夺走了 剥夺你尽本分的权利 不给你这个权利了 如果你总觉得尽本分没意思 没什么可做的 献不上自己的力 总得不到开启 总觉得没有什么聪明智慧可发挥 这就麻烦 说明你尽本分存心不对 路途不对 神不称许 你的情形还不正常 这时你就得省察 为什么尽本分没有路途 明明学过 是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 而且也很擅长 为什么想用的时候 却用不上 发挥不出来呢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偶然的吗 这里有问题 神祝福一个人 这个人就会变得聪明有智慧 什么事都能看清楚 而且敏锐激进 特别灵巧 做什么都有门道 都有灵感 做什么都觉得不在话下 什么难处都拦不住他 这就是有神祝福 如果做什么事都费劲 笨拙偏谬不通俏 怎么说都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没有神引导 没有神祝福 有的人说 我用尽了呀 怎么看不到神的祝福呢 你只是用尽出力 却不寻求按真理原则办事 这就是尽本分走过程 怎么能看到神祝福呢 尽本分总是粗心大意 总不求真 就没有圣灵的开启光照 就没有神的带领 神的做工 那你做事就没有果效 靠着人的力量 人学的那点知识 就很难把本分尽好 把事情办好 人都觉得自己有点知识 有两下子 但就是办不好事 总出差 让人议论纷纷 让人笑话 这就是问题了 明明什么也不是 还觉得自己有两下子 谁也不服 这就涉及人的本性问题了 看完神的话 我心里有些害怕 这段时间 我干什么都吃力费劲 尽本分发现不了问题 甚至连之前能解决的问题 都无能为力 就是因为 我总活在背逆的情形里 神向我掩面了 我变得特别的麻木痴呆 笨拙不通俏 其实 我教惯心人挺长时间了 也明白了一些 异象方面的真理 掌握了一些原则 按理说 本分是应该越尽越好 可现在 自己尽本分的果效 越来越差 丝毫感觉不到圣灵的带领 我尽本分的态度 已经让神验证 从神的话中 我也看到了神的公义圣洁 神祝福人剥夺人 都是有原则的 人尽本分能用心 把自己所有的都发挥出来 存心是为了满足神 这样就容易活得圣灵做工 尽本分 尽本分能看透视 能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有路途 本分越尽越好 如果尽本分没有真心 总为名誉地位考虑 这样不容易获得圣灵做工 人就显得麻木迟钝 甚至连自己原有的 都发挥不出来 这样就没法尽好本分 反省自己这段时间的情形 和两个佩达一起负责工作后 刚开始我还有些负担 能帮助他俩尽快地熟悉工作 可当我发现 两个佩达长进很快 素质各方面都比我好时 我就有了危机感 怕失去主导地位 就开始走歪歪道了 为了不让他们看到我太差劲 我点灯熬游 暗自下功夫 为了提升教官的果效 我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信任聚会 可不管我怎么努力付代价 工作果效还是不如别人 我把精力都用在了 与佩达比试高低上 甚至还求神帮助我 提升工作果效 好挽回颜面 我真是太没理智了 我这是在利用神欺骗神 这哪是在尽本分呢 我心里很懊悔 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追求名誉地位 没有好好尽本分 给教官工作带来了拦阻 我愿意向你悔改 后来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对我很有帮助 能不能尽好本分 不在乎你有什么才干 有多高素质 有什么人性 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能耐 关键在乎 你是不是接受真理的人 能不能实行出真理来 如果能实行出真理 能公正地对待别人 就能达到与人和谐配搭了 能不能尽好本分 能不能达到与人和谐配搭 最关键的 就在乎人能不能接受真理 顺服真理 人的素质 恩赐 才干 年龄大小 等等这些 都不是主要的 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 就是看人喜不喜爱真理 能不能实行真理 喜爱真理 能实行真理的人 听完道之后 他承认对 在现实生活中 在临到人事物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真理 落实在自己身上 实行出来 变成自己的实际 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变成自己 做人做事的准则原则 成为自己的活出流露 不喜爱真理的人 听道的时候 也承认对 觉得都明白了 把道理记在心里了 但行事的时候 他的衡量原则 准则是什么 他总根据 自己的利益来衡量 他就不用真理衡量 就怕实行真理吃亏 怕被人论断 小瞧 丢面子 他衡量来衡量去 最后觉得 还是保住我的地位名誉 保住我的利益 这是最主要的 这些得到满足了 我就心安理得了 要是这些得不到满足 让我实行真理 我就不乐意 不痛快 这是不是喜爱真理的人 绝对不是 从神话中我明白了 要达到尽本分合格 不是看人有多高素质 恩赐 也不在于人年龄大小 关键看人 是不是喜爱真理 实行真理 如果人不喜爱真理 不实行真理 说话做事 处处考虑自己的脸面地位 不维护教会工作 这样即使有高的素质恩赐 也很难把本分尽好 可我总认为素质好 头脑灵活 这样的人就能尽好本分 那些年龄大 素质有些差的人 再怎么努力也白打 我不明白真理 总凭观念想象 看人看事 真是太愚昧无知了 其实神给每个人的素质 特长不一样 对人的要求也不一样 教会安排我们几个 配搭尽本分 是让我们发挥 各自的长处 互相取长补短 一起把本分尽好 两个配搭素质好一些 尽本分效率也高 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 这样不耽误工作 我如果能放下脸面 学习别人身上的长处 自己长进不也快一些吗 虽然我的素质不如配搭好 但也不是差到 进不了本分的地步 当我心态对 尽本分愿意下功夫 认真对待的时候 这看问题就比较清晰 解决问题也快一些 我不应该再为自己的 名誉地位换得换失了 接下来我就有意识地 按照神的要求去实行 不再和两个配搭攀比了 就把心放在本分上 慢慢地 自己的情形也逐渐好转了 工作也有了些起色 我很感谢神 没想到一段时间后 我又老病重犯了 当时有一些刚接受神 漠视做工的新人 转到我们教会 我和佩大的赵地雄 负责教惯他们 虽然赵地雄 教惯新人的时间不长 但他解决问题时 找到神话 比较针对新人的情形 交通思路也清晰 我虽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但表达的不是很清晰 相比之下 新人就更喜欢听赵地雄交通 我心里很羡慕 赵地雄操练时间这么短 长进就这么快 自己教惯新人好几年了 才是这个水平 真的是不如弟兄啊 特别是看到弟兄姊妹 有看不透的问题 也找赵地雄寻求解决 我心里就更羡慕了 这素质好就是不一样啊 不仅能被人高看 尽本分也不费劲 果效还好 我要是有赵地雄这样的素质 不也能得到大家的高看吗 可自己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素质也不是太好 再怎么努力 也就这个水平了 不知不觉 我尽本分又没劲了 每次聚会新人提出问题 我都让赵地雄解答 自己只是简单补充几句 尽本分越来越被动 心离神也越来越远了 祷告不知道说什么 甚至有时晚上祷告都睡着了 我意识到自己的情形很危险 就寻求琢磨 我看到自己素质差 尽本分就被动消极 这背后是受什么败坏性情支配的呢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人别把自己看得多么完美 多么尊贵 多么高尚 多么与众不同 这都是人的狂妄性情 与无知导致的 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这是狂妄性情导致的 总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 总不能证实自己的错误与失败 这是狂妄性情导致的 总不允许别人比自己高 比自己强 这是狂妄性情导致的 总不允许别人的长处 压过自己 高过自己 这是狂妄性情导致的 总不允许别人有比自己高的思想 建议与看法 如果发现有人高过自己 就消极 就不想说话 心里难受下沉 不是滋味 这都是狂妄性情导致的 神话皆实的正是我的情形啊 原来我总跟佩达比素质高低 比不过就消极后退 这是说狂妄性情之配的 因着有狂妄性情 我不能证实自己的缺少不足 更接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好 比自己强的事实 看到佩达各方面都比自己强 在族里占主导地位 也得到大家的高看赞同 我心里就不舒服 不平衡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即使嘴上说自己素质差 不辱人家 心里还不服输 暗地里就着劲 还非要和人家争 跟人家比 比不过就消极 连尽本分都没劲了 这不都是狂妄性情在作怪吗 我真是太狂妄无知了 我又想到 神揭示狄基督性情的一段话 神说 对于狄基督来说 地位名誉是他的生命 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他无论做什么事 首先考虑 我的地位会怎样 我自身的名誉会怎样 如果我做这件事 会不会得到好的名声 我在人心中的地位 会不会得到提高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这些东西 这就充分证实了 他有狄基督的性情 也有狄基督的实质 所以他才会这样考虑问题 可以说 地位与名誉 对狄基督来说 并不是一种额外的要求 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他属于狄基督本性里的东西 是他骨子里 血液里的东西 是先天就有的 不是有他也行 没有也行 他的态度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名誉地位 与他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状态 每天的追求都息息相关 对于狄基督来说 地位与名誉是他的生命 他无论怎样活着 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他的追求是什么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都是围绕有好的名誉 高的地位 这个宗旨是不变的 这是他永远放不下的东西 这就是狄基督的本来面目 也是他的实质 即使把他放在深山老林里 他也不会放下 对名誉地位的追求 把他放在任何一个人群中间 他心里挂念的 还是名誉与地位 狄基督这类人 虽然也信神 但是他们把追求名誉地位 与信神化为等号 放在平等地位 就是说 他们在走信神道路的同时 也在追求着名誉与地位 可以说 在狄基督的心目中 信神追求真理 就是追求名誉地位 追求名誉地位 也是追求真理 得着了名誉与地位 就是得着真理 得着生命了 如果他们觉得没有得到什么名誉地位 没有人仰望高看 追随他们 那他们就很失落 就认为信神没什么意思 也没有什么价值 他们心里就感觉 这样信神 这样信神是不是很失败 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他们常常在心里盘算这些事 盘算怎么能够在神家 占有一席之地 怎么能够在教会中 有高的名望 说话有人听 做事有人捧 到哪儿都有人追随 在教会中有话语权 有名 有利 有地位 他们心里常常琢磨这些事 这就是这类人的追求 看到神揭示狄基督性情的话 我感到扎心难受 狄基督追求名誉地位 不是一时一世 而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他把地位看得高于一切 甚至和自己的命一样重要 狄基督在人群中 总想占有一席之地 不甘据人相 得到大家的高看崇拜 他尽本分才有劲 得不到就消极代工 甚至觉得信神都没意思了 对照我的表现 不是和狄基督有相似之处吗 尽本分能得到人的高看重视 我做得就有劲 当佩戴有长进 各方面变得比我强 我的地位心不能得到满足 我尽本分就没有负担了 现在浇灌工作这么重要 那么多刚接触的新人急需浇灌 我应该帮助他们明白真理 认识神的做工 尽快在真道上扎下根结 可我却对新人不上心 心里只有自己的地位名誉 什么事都推给赵弟兄去做 自己该尽的本分都没尽上 我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本分没尽好 我不自责懊悔 失去了名誉地位 却跟要了自己的命一样痛苦 常常为名誉地位 患得患失 消极软弱 我总希望自己 能像佩戴一样素质好 大家有不明白的问题 都来问我 什么事都和我商量 这样我就能在族里 占据主导地位 这不就是我 一直追求想得到的东西吗 我注重让人高看我 崇拜我 这样的追求观点 不跟敌基督一样吗 因着我走的道路不对 失去了圣灵做工的带领 该尽的本分没尽上 这样即使我得到高的地位 能被大家高看 最终不也是被神淘汰的对象吗 想到这儿 心里有些害怕 看到自己追求地位 走的就是抵挡神的路啊 心里愿意扭转错误的追求 不再与人争与人比 把自己该尽的本分都尽上 过后 我又寻求实行的路途 想到神的话说 怎样才能把本分尽好呢 就是必须得达到尽心尽力才行 尽心尽力 就是把心思都用在尽本分上 不被别的事占有 然后再尽上自己那一份力 把自己全部的力量都使出来 把自己的素质 恩赐 特长 以及自己所明白的都发挥出来 你有理解能力 领受能力 有好的想法 必须得跟大家沟通 这叫和谐配搭 这样你的本分就尽好了 就能达到尽本分合格了 你总想大包大揽 总想独立做大事 总想显露自己不显别人 这是尽本分吗 这叫专权 这叫表演自己 这是撒旦的行为 这不是尽本分 不管人有什么特长 恩赐 有什么特殊才干 都不能一个人 把整个工作担起来 必须得学会和谐配搭 才能做好教会的工作 所以和谐配搭 这是尽本分的实行原则 你只要尽上你的全心 尽上你的权力 尽上自己的忠心 把自己能做到的 全部献出来 这个本分就尽好了 神的话给了我实行路途 不管素质如何 只要能有颗诚实的心 能与人和谐配搭 做工作尽心尽力 把自己该做的 能做的都做好 别偷奸耍滑 这样尽本分 才合神心意 其实 神给我们三个人的素质 长处不一样 正好是互补的 两个配搭素质好 办事效率高 看问题能抓住关键 刚好补足我的缺少 我虽然素质差一些 但年龄比他们大 考虑问题能细致全面一些 我们发挥各自的长处 互相佩戴尽本分 对工作有利 可我不寻求真理 总是拿佩戴的长处 和自己比 导致常常活在 消极被动的情形里 尽不上本分 现在想想 我真是太愚蠢了 明白了这些 再尽本分时 我就能主动一些了 有什么难处问题 就能和佩戴一起商量解决 当不受素质差 年龄大这方面挟制时 整个人尽本分 也轻松多了 当我们同心合意 把每个人的长处 都发挥出来时 配搭起来就比较默契 大家分工合作 交惯工作 果效好多了 感谢神 读完姊妹的经历 我心里很受触动 想到一句神的话 你们尽本分 无论人多还是人少 无论什么情况 不管到什么时候 别忘了这一条 同心合意 活在这样的情形里 就有圣灵做工 当我们放下名誉地位 与人和谐配搭 这样尽本分 就容易获得圣灵的带领 达到好的果效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